由张婉翼和王楚然主演的柳州记 一直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与热度 随着近期透出的各种物料 以及诸多路透的爆出 引起粉丝们的热议 电视剧柳州记改编自 狂上加狂的小说藏娇 讲述了承恶扬善的女债主 重伤失忆后被怀扬亡相救 从而牵扯出一系列的故事 然而因为身份的悬殊 两人的感情也是经历了诸多的考验 最终二人坦诚相见 过上了甜蜜幸福的生活 剧情唯美生动 极具新引力 首先是担当男主的张婉翼 帅气的外形与角色有着极高的适配度 凭借着长相思的出色表现 人气急速飙升 更是当下的人气小声 此次在剧中角色是饰演的王爷 帅气的古装造型与角色 有着极高的适配度 与王楚然同框也是非常登队 满满的CP感 绝对好客的一对 再是担当刘州记的女主的王楚然 前期因为在《我的人间烟火人设》遭到质疑 引起不少粉丝的吐槽 被黑等等问题 但是 这并不影响王楚然的后续的作品 据目前曝光的一组路透中 王楚然落水吸奋 动得全身发抖 嘴巴发白 并没有用替身 由此可以看得出 他确实很用心在拍戏 努力在改变他的路人员 抛开过往部说 王楚然自身的颜值与演技 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玉谷瑶》中的表现 还是很不错的 角色驾驭能力也是很强 希望此次能用行动 来扭转他糟糕的路人员 给观众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他 非常期待他在正片中的表现 当然 除了二位主角的阵容 其余配角有 刘炳林 常华森 柱子杰 刘令兹 袁宇轩等人的加入 各个都是颜值演技担当的实力团 有他们的助阵 无疑也是为聚集增添更多的色彩 从以上可以看出 柳州记不仅有着张婉翼的超高人气 与流量号召力 全员的超高颜值实力助阵 和唯美的剧情 精良的制作 待后续相关制作完成 开播之时 定会再度掀起追剧狂潮 大家拭目以待